马六甲警方扫毒立功 起获千万毒品 该州警方联手五级安曼特别技术情报速毒部队 宣布侦破该州今年来最大宗的毒品案件 当局上星期六 指导位于爱及勒的一个住家单位 起获201公斤 市值高达1410万令吉的冰毒 警方除了充公三辆轿车 也在多个地方 先后逮捕三名 年龄介于32到47岁的本地男子住查 好的 于緣成的仙裏颁 根据初步调查 嫌犯是在两个月前 租下有关的单位当作毒品仓库 三名嫌犯将被延扣到本月十号 做进一步调查 此外 警方也成功捣毁 另一个由本地人操纵的半毒集团 警方是在柔佛 吉隆坡和雪兰儿 转开七次突击行动 成功逮捕四名男子和一名女子 起货两千颗五载药丸 和一百三十二公斤的各类毒品 总值六百二十万令吉 此外 警方也充功一批 总值六十三万四千令吉的 现金和各类轿车 根据调查 其中两名嫌犯 有犯罪前科 当局将援引危险毒品法令 延扣所有嫌犯七天 转开调查 NTV7 综火道